早點視頻,陳根遜沿途有你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陳根遜師傅 好,大家好 師傅,今集繼續講新年事 大家都知道,2022年希望可以過得更好 我們也知道,拜得神多,自有神秘有 地主會不會是需要祝福保佑我們 未來一年出入平安呢? 地主自不然呢 地主是什麼呢? 就是在室內裡 室內裡安的就是地主來的 門口就叫土地 有些人會搞錯了,土地地主都分不到 門口土地,室內裡邊地主 地主是管裏面的 土地是管外面的 出入平安,地主管裏面出入平安 事事吉利,才華亨通都可以管到的 所以,如果沒有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當然不會拜 沒有宗教信仰 我家裏又不安過土地 又不安過地主 需不需要拜呢? 看你自己的習慣 我建議,就算你安不安都好 每年初一都拜一拜地主 拜一拜門口土地 這個可以很簡單 地主呢? 沒有安地主呢? 可以拿進來廳 找個角落放在那裡 買衣紙,買茶酒,香燭 還有買燒肉一條骨 買兩條骨,三條骨都可以的 就不要切碎它 就拿來拜 買兩份,門口土地一份 室內地主一份 來拜一拜 這個呢? 如果有拜開的每年都拜 年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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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借神 多謝啊? 又要拜一拜 是啊 好啦 這個呢? 有些人呢 就是有安地主的 是 我見到呢 我去到有些食物館呢 茶餐廳啊 一些麵店啊 甚至一些藥房啊 有些有安地主在那裡的 嗯 但是呢 有些呢 就是沒有茶 沒有水果 沒有的 一個地主牌 一個香燭 在那裡 跟著呢 就什麼都沒有 是 這個不是那麼好的 是 因為你 都不尊重它 你安地主在那裡 你要尊重它嘛 你起碼茶水都可以給它喝 嗯 嗯 還有呢 水果都要給點東西吃 所以呢 你安得地主呢 除了每天上香呢 建議大家呢 就五杯茶 嗯 或者加上五杯酒都可以 是 五杯茶 五方五肚 每天都有一杯給它喝 是 五杯茶 另外 就 拿些橙啊 拿些 蘋果啊 或者香蕉 來 來請這個地主 吃啦 享用啦 嗯 就不要亂識這一種 這些 這些 生果啊 茶酒了 嗯 那我見過很多個呢 就算我 拍這個片的時候 今天呢 在麵當吃東西呢 是 見到那個地主呢 就什麼都沒有得吃的 又沒有得吃啦 又沒有水喝啦 什麼都沒有的 那就 沒有那麼好啦 我意見呢 就要加上五杯茶 或者五杯酒 好 那就 還有一些生果啦 那 生果也是 不要用一些梨啊 不要用瓜啦 是吧 那 就 另外呢 做時做節呢 過時過節呢 或者初一 這樣呢 都 做一些食物 嗯 做一些食物 食物包括什麼呢 你就可以 因為地主 和土地呢 它們是食雜的 是可以食肉的 所以可以 用燒肉 一條骨 來放的 是 或者是做一些食品 這樣都可以的 那 初一 會用初一 或者呢 譬如你中秋節 或者過年 或者什麼大的節呢 去擺一擺 去加些食物給它 這個 我們尊重它 對不對 嗯 你安裝過地主呢 都希望地主 保佑平安嘛 保佑時事吉利嘛 嗯 所以呢 你要 要在食品 飲料方面呢 尊重它才行 是 不可以什麼都沒有的 對不對 嗯 那大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拜地主呢 剛才聽你這麼說 會不會有時候 我們真的 一些家居 可能例如一些裝修 大清潔 或者一些大改動的時候 之前都應該要拜一拜呢 拜那個呢 如果全屋的 大裝修 嗯 之前呢 就最好做一個 動土儀式 是 動土儀式 嗯 例如說 你家裡有大裝修 又搭棚架 又換槍 又安裝很多大型的東西 這樣呢 我的見證最好呢 之前呢 就買份動土衣 是 依照我動土 裝修動土的就可以了 動土衣 當然有豪華又簡單 嗯 如果地盤很大 就買份 大份一點 嗯 有些甚至呢 弄些三生 可以來拜的 是 如果你在家裡 住宅小型的 你就小型一點 是 都要拜的 茶酒 水果 香粥 這些是 一定要有 是 那你拜的時間呢 就是品名 我這個什麼單位 什麼地址 現在開始呢 就進行大裝修 請土地公公 備有裝修平安 事事順利 這個呢 就講一些吉利的說話 嗯 拜完之後呢 就燒衣節 在現場燒也可以的 嗯 如果你說是寫字樓呢 不方便呢 那就可以跟他講 現在我去樓下燒給你 請來收 是吧 那你講一講 那麼呢 燒完之後呢 就敬茶敬酒 之後呢 然後拿些槌 拿些生材工具 嗯 就を打開擠 Goddess 我去看 一路開擠 一路繼續推進 一路叫 fum 那就可以了 那就 隨時可以用 當然這個洞土呢 都要一切 是 還要一切 對 是 那麼 frost 沒有 那麼 都要做這個洞賭儀式 嗯 特別是地盤 地盤建樓 村屋建樓 有地盤 或者地盤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除了就拜拜 拜拜山神 有些地方要拜山神 山神土地 都要拜 拜拜做起來順暢很多 其實今集為什麼要請教師傅呢 因為我知道師傅 有很多客人都會找師傅幫忙 例如拜四國 靜宅 或者不同國類 拜土地 風水 都會找師傅 所以我覺得如果觀眾有任何 無論是自己懶也好 或者不懂也好 不妨可以請教陳根順師傅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你了 拜拜